世界日报纽约客谈 本集题目 网络营销成风 华布餐厅应效仿 网络营销在现今的商业环境中 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趋势 随着消费者行为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餐饮业者 开始利用社群媒体来吸引顾客 然而 是否所有的华布餐厅 都应该效仿这一趋势 还需要根据餐厅的自身的市场定位 与客户群体来决定 华布的许多餐厅 都遵循家庭餐馆的经营模式 规模小但人情味足 来往间都以社区居民及熟客居多 对于这类餐厅来说 社群媒体宣传带来的大量新食客 不仅可能会为后厨带来出餐的压力 还会让原本的老客人 觉得餐厅丢失了原本的亲切感 若排队等后时间过长也会让老客人望而却步 对于这类餐厅来说 稳定的客户群体 本身就能带来收入保障 意味扩张营销可能 反而得不偿失 然而 随着移民二代甚至三代的成长 以及华布成为外地游客的热门经典 年轻消费者 和游客 逐渐成为在华布消费的中间力量 他们在决定去哪里用餐时 通常会依赖线上评论及社群媒体推荐决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 网路宣传能为华布餐厅带来大量潜在顾客 从而带动整个华布的客流量 及商业发展 不熟悉英文网路热点 不擅长使用社群媒体 等因素 让网路宣传对于一代华人店家来说 可能成为一个挑战 但这也是一个契机 能够让更多二代华人投入到华布的事业里 将华布年轻化 主流化 同时把华布的独特魅力 介绍给更为广大的群体 也不是唯一种传承 华社民众总说 随着劳逸被华人移民的离开 华布的人气 总是大不如前 而如今 振兴华布若单单依赖华人的力量 似乎已经不足够 但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 总能让是华布餐厅 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内容取自世界日报纽约客谈专栏 语音合成技术 由联金数位公司提供 24人数位公司提供